男人正在给奶牛配偶 忽然一股强大的力量直击地面 被击中的奶牛瞬间一分为二 男心中顿时涌现出十万个握泥网 他小心翼翼的走上前去检查 当他触碰到不明物体时 还被电了一下 转头一看就连农场也被劈开两半 这不是在做梦 他好奇的伸出手摸了摸 发现这是一毒看不见却摸得着的透明墙 小帅慌张的从远处跑了过来 看着地上被劈开的奶牛一脸不可思议 看到这种情况 谁都想上前摸一摸 但他也被电了一下 虽然两人没被电上 但也很猛逼 还没来得及发朋友圈 天上又掉下几只乌鸦 大山拿起来发现是乌鸦撞断了脖子 显然这堵墙的高度并不低 这时一架飞机正好从这里经过 还好大山眼疾手快推开了小帅 这才让他有机会刷到这条视频 看着高空飞机上残留的黑烟 人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消防车收到消息很快赶来现场 要是按照这个速度撞上空气墙一定是车毁人亡 大山看到后赶紧跑到马路中间阻止 这才把消防车逼停在屏障前 愤怒的消防员还向下车刮他两巴掌 结果鼻子直接背断骨折 由于空气墙的隔音非常好 大山只能将情况用文字的方式告诉他 镇上的活泼乐也闻讯赶来 看着如此坚固的空气墙也感到非常震撼 另一边 一家三口正开着车去旅游 收音机突然传来震上出现危机情况 而女人以为是个恶作剧 结果对面一辆重型卡车飞驰而来 忽然 在关键时刻 女司机竟然踩中了刹车 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发生 而卡车头则被巨大的冲击力撞进了车厢 空气墙却毫发无损 几人看着眼前这一幕都感到不可思议 这是身后的女儿突然倒在地上不停的抽搐 嘴里还不停的喊着 在这段时间里 镇上有大量人员伤亡 运气不好的人甚至被劈成两半 不久后 大量外界记者和士兵来到这里 全副武装开始调查这堵奇怪的透明墙 首先他们用仪器扫描一下是什么材质 但什么也测不出来 于是他们用硫酸喷在墙上 而腐蚀性极强的硫酸对墙都无济于事 有人随着透明墙一路摸索 发现整个几百公里的小镇 全被透明墙覆盖掉 就连与外界的信号也全部被切断 经过军方一番调查 发现整个小镇仿佛被一个巨大的玻璃罩盖住 他们称这堵两万多英里高的透明墙为穷里 到了晚上 一大群学生在桥上举行篝火晚会 因为结界的出现 大家都不用上课 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有些人想在地上挖个洞离开小镇 但都无济于事 然而小帅子拿着电筒和同学们一起寻找结界的漏洞 但走着走着就突然摔倒在地 身体开始不断抽搐 嘴里还不停地喊着 粉色星星正在坠落 这和白天女孩的情况完全一样 看来他们之间有着某种关系 另一边 镇上的警长拿着电筒在检查空气屏障 当他用手触摸到墙上时 下一秒心脏部位就突然暴涨 原来拿着电器一旦接触到透明墙 他就会被引爆 警长去世后 镇上的人们心慌意乱 有些人想开着推土机 在透明墙下挖一个洞 逃离这个地方 但没赶来的政府人员拦住 因为通过警长死后 他们发现一旦机器接触到透明墙 他就会被直接引爆 既然地面走不通 那就去地下试试 而地下200米深的防空洞 仍然被屏障挡住 看来这个玻璃罩不仅高得离本 而且还深不可测 当他拿着手电筒接触到屏障时 手电筒立即发生爆炸 更糟糕的是 镇上的居民开始大规模出现发高烧症状 经医生判断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传染病 由于资源有限 他们只能先保守治疗 但药物很快就耗尽了 为了防止病人走出医院 把病毒传给其他人 佛波勒只能派人手持武器守住门口 但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镇上的水源很快就供应不上 人们准备去湖里打水 可来到湖边发现湖里的鱼 全部翻了白肚皮 他们带了一些水回去进行测试 结果水杯一点就着 这就是水从河里 可以